好 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整體而言 因為太平洋高壓增強的影響 天氣跟前幾天相較之下 是有相對比較穩定一點 不過部分地區還是有些降雨的 而這樣天氣狀況 明天其實也是差不多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主要來講 未來這幾天的風向 還是吹偏西南風 會帶來比較豐沛的水氣 因此在苗栗以南地區 要特別注意偶爾會下雨 而且雨是會下的稍微大一點點 不過另外像是在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 則是要特別留意 會有午後的大雨 還有沒有降雨的時候 整體感受起來 溫度還是會比較高 外出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明天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 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6到35度 會比較熱一點 桃園 新竹跟苗栗 同樣是多雲大晴的天氣 溫度是27到34度 台中 彰化跟南投 要注意午後的降雨 溫度是25到31度 至於在雲林 嘉義跟台南 還要留意偶爾會有雷雨 發生的機會 高溫來到31度 高雄跟屏東同樣要防範 偶爾的大雨 高溫來到30度了 至於在東半部地區 宜蘭要注意偶爾的雨勢 花東地區是晴島多雲 高溫來到33度 至於在外島地區 明天在馬祖金門跟澎湖 通通會有降雨 澎湖的溫度是26到29度 中央傳達 中央傳達 中央傳達